新兴病在没有中性之后 这场并购大戏也还没演完 因为内部的乱斗越演越烈 反对新兴病的股东另辟战场开社团 只允许反对的人进群 而另外在公平会这边也有进度 群组名称写着反对新光经台新经合并自救会 金控并购案从三角链变成内部大乱斗 甚至再开社团只欢迎反对新兴病的股东 还强调管理员有权踢出同意的人 而这边喊说不病 另一边公平会也有进度 公平会针对新兴病24号在官网上公告 接下来一整周一直到30号 民众都能在网站上留言发表自己的评论 就是因为台新经的资料被骑 公平会也正式立案 启动对外的意见征询 反对派大股东林博汉 也在网络号召股东们上网反对 据了解 审查重点会放在针对未来市场上的事战改变 是否有有利纵效 以及企业间有无签订不竞争协议的可能性等等 这次的结合案基本会在30个工作天审理 还能延长两个月 最快11月初结果就出炉 不错啊 一家人嘛对不对 他们两个兄弟嘛对不对 本质上面其实你讨论没有意义啊 因为双方的问题 不是讨论就可以解决的 不过新光金要出价就算没有中信金抢亲也不容易 除了内部反对声浪不小外 在10月9号的临时股东会后 最重要的就是要看股东们的表决结果到底通不通过 并购所谓的一个新光金现在是小并大 对财务状况来说的话其实是比较辛苦一点的 然后如果说到时候破局了 会不会有其他的金控再杀进来 因为到时候就是变成和其他的金控都可以进来 要来做整个所谓的并购这件事情了 而最关键的还得看台新金对新光人寿的增资和营运计划 尽管会究竟满不满意 接下来这场新兴病恐怕还有戏可看 东森财经文台湾报导